当时醉酒男子整个人被卡在下水道里动弹不得 一开始就觉得他自己会爬出来 说着说着就马上说到洞口了嘛 前后伸缩嘛 身体就卡在那个地方 下水管道是倾斜的 被困男子越动弹 越往相反的方向滑过去 再加上管道里全都是水 救援队员意识到 被困时间多一秒 男子就会多一分危险 最少有个杆子的长度吧 袋子装起了那个水泥 然后把那个边上的水给拦截了 对这个管道里面水源进行一个抽干嘛 救援人员决定派一名身材相对瘦小的队员下去 想用绳索把被困男子拉出来 身材 慢点爬 慢点爬 慢点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我爬不去了 你爬不去啊 那里面太晒了 太晒了 那里面有个爪了 里面太晒了 就是前面这里 消防救援人员想到 用挖掘机挖开管道上的泥土 对管道进行破拆 把人救出来 能源离我们越来越远 然后我们无法在另一边进行救援 我们就从他离他最近的地方进行救援 挖掘之后对管道进行一个破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救援 男子终于从下水管道里被解救出来 男子被卡在下水管道里 又是被谁发现的 我们也打听了一下 当时是他朋友抱的紧 很感谢他们 以后给他讲讲 我们以后不会这样做了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 对 我们以后 不错了 我可以在这边 我又能修改成了 我可以在这边 我还没染 我可以在这边 你自己的油 我去不错了 我可以在这边 我会在这边 我可以在这边 又是这样 我可以在这边 我就看在这边